这是爱德华王子岛的灯塔之一 这是新建的大桥 这是建大桥之前的火车站 这是历史照片 这是船长 周围是历任船长的名字 这是留下的最后一艘船 那远处是新建的一座跨海大桥 这个码头和跨海大桥之间呢 修了一个公园 这是远处望去 它当时卸货的码头 那港口都还在留脑子 远处看起来就是 这边就是火车 火车站 这有个火车站 有火车的轨道 这是当年的火车 因为靠海边啊 风声很大今天 这是火车的外边 这火车可以进去 这是火车的里边 是不是还挺豪华的 对当年来说 别看这个岛只有15万人 5600平方公里的面积 但是它是加拿大的摇篮 联邦政府的诞生地 1864年 第一次这个英国的几个殖民地在中里开会 他们不想加入美国 因为那时候美国独公里 他们就想自己成为一个额颜邦 这是当地的一个著名景点 叫红石滩 游客们本来是到那去排红石滩的 后来两只狐狸抢进去当模特 大家都不排红石滩了 都去排两只狐狸去了 两只狐狸游会 本来是人家的乐言的 被游客们把人家给打扰了 为什么这块的土是红色的 对 因为它这个土壤中富含散氧化二铁 所以它就显示是红色的 这个石头拿去就可以用点铁 这个整个岛上都是这种石头 分化成的沙土 它加上地表的植被的腐化物 土壤非常的肥沃 而且透水 加上这个岛四面环水 它经常下雨 所以水降雨充沛 土壤肥沃又透水 那么它就适合种土豆 所以这个岛 爱德华王子岛 又叫加拿大的food bank 食物银行 还是世界的土豆之间啊 对 它出产100多种土豆 卖到全世界去 它一共有多少人呢 这么大的生产量 刚才不是说吗 它这个只有15万人 是19年统计的 今年估计是17万 17万多一点 现在 但是还没有最后统计 这是当地的农地 和农民们的住宅 最早呢 是法国人先移民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建的殖民地 当时管这个岛呢 叫 伊云的森让 意思就是说 圣约翰岛 后来呢 和英国人就争抢 英国人战胜法国以后 这块地呢 就归英国 归英国以后 才在1798年 才改的这个名字 叫爱德华王子岛 是当时 乔治三世 国王的第四个儿子的名字 命名的 这是红石滩上的观景台 你看那个去年 台风把它吹坏以后 到现在都没修好 这是当地一众土豆 为神的村民们的家园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下期见